萨尔虎之战的失败和万历本人有多大的关系 可以说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万历年间 辽东曾经爆发过一次骚乱 就是高怀乱辽 高怀是谁呢 他原本是明朝内庭上善间的一个太监 上善间作为明朝内庭十二间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工作 其实就是做饭 而就是这么一个负责伙食的太监 在明朝万历二十四年 也就是一五九六年 被明神宗万历皇帝给弄去了辽东 去干嘛呢 很简单 监矿 万历年间为了搞钱 朱玉军派了一大堆的太监到全国去做矿监 这些矿监等于说是独立于国家财政税收体系之外的 本身监督就不到位 虽然皇帝这么搞 是为了确保钱不会在官僚体系里面被卡脖子 但是太监这个群体本身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比方说这个高怀 高怀到了辽东之后 纵容手下大肆剥削和虐待辽东的工人百姓 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 也就是1600年爆发了民变 当地百姓本身想反抗高怀的手下 结果却被高怀全部给扔进了监狱 其实这一次都算是小事了 最严重的那一次是在万历三十六年爆发的兵变 前屯卫军因为高怀的苛扣越想 以及鞭打和领辱手下的军官士兵最终起事 直接宣布要吃了高怀 同年六月 锦州松山军继前屯军之后又相继爆发了华变 高怀闹完了之后就看到这个情况 立马害怕了 一溜烟的跑回了关内 两次兵变都是因为高怀的领辱士兵苛扣越想导致的 那么这件事和诺尔哈赤的后金以及萨尔虎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于高怀在辽东搞破坏的时候 正好是诺尔哈赤闷声发大财的时候 辽东的人口大多数都是军户 在嘉靖年间以后就不断的流失 而高怀乱辽最可怕的就是导致了大量汉人的军户跑到了建州 卓中之里面就描述过辽东少壮强勇之夫 王入建州十四五 那除了派去的太监不靠谱之外 万历不上朝本身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很多人都说万历不上朝 但是明朝还在继续运行 这完全是扯淡 万历不上朝本身的危害不在于皇权 而是万历的不作为 导致明朝在万历中后期的武将和官员都发生了断层 要知道老一代上过战场的文官几乎都死了快二十年了 比方说顾仰谦死了十五年了 李化龙也早都去世了 后来指挥萨尔虎的杨浩 已经是上过战场里面的高级文官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了 那就有人问了说李如松的步子会不会好一点呢 问题是李如松他就算活着 萨尔虎的时候那也得七十多岁了 万历不上朝的期间 老官员退休了 新官呢不去补 老一代的官员和新一代清皇不接 官僚体系已经崩了 所以不要吹什么万历不上朝如何如何 他比他爷爷家境不上朝差得远了 因为万历是真的躺下了 躺得干干净净 在官僚体系崩溃 辽东士兵战斗力下降 武将相继凋零 辽东的后方被太监一顿祸害的情况下 大冬天你让一堆人去东北的树林里面去打仗 本身这场仗就已经注定是完完了 但凡万历正常处理一下官员的新老交换 哪怕他不上朝 起码官员不齐 然后呢看好手里的太监 无论如何 明朝内部当时即使出了很大的问题 也不至于瞬间就摔了这么大的跟头 只能说封建王朝就是这样 皇帝一旦瞎折腾 那倒霉的可就是整个国家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